我必須告訴民進黨的朋友 向欣有沒有搞什麼 國防情報間諜工作 我不知道 王立強到底是不是共諜 我也不知道 那為什麼我們會覺得 民進黨好像在附和人家 第一 王立強26歲 有多少的間諜工作經驗 我懷疑 但昨天到我們節目上來的 翁前副局長 他有35年的情報工作經驗 他到今天都還在研究 兩岸之間的情報工作 他是中將退伍 他當過軍情局的副局長 所以王立強跟翁衍慶 我相信翁衍慶 再來王立強在澳洲 嘰哩呱啦講一大堆 三家媒體連訪記者調查 我沒有看到一項證據 唯一的證據叫做 王立強的那張嘴 可是中國大陸 他拿出了王立強 曾經的犯罪記錄 對 有人說那是假造的 不管 人家起碼拿出來了 你也假造證據給我看 澳洲媒體你假造證據給我看 我沒看到 所以在證據會說話的理論基礎上 翁衍慶他有實際的情報公眾經驗 我比較相信他 中國大陸起碼拿出說他是炸氣犯 這個人跑到澳洲去想要胡說八道 那人家有拿出證據 王立強沒有 澳洲媒體沒有 我寧願選擇說他有犯罪記錄在 我比較相信中國大陸 事情就這麼簡單 再來王立強他告訴我們 這個問題我要好好的問一下 我們這個民進黨的代表 我們今天的茂南議員 他說來 都他自己講的 我們都沒有污衊他 他說他2014年到香港 然後就進入了中國創投 也就是向心夫妻的公司 就據說在幫中共搞國防科技 然後刺探或說探尋外國國防軍事 最新進展的公司 他說我2014進來 他今年26 2014幾歲 2014 22歲 差不多 21歲他進了這間公司 然後他一年之後2015年 青年才俊 差不多22歲 交執行長夫人 也就是公親 畫油畫 然後夫人很欣賞他畫畫技巧 因此就讓他進入公司核心 這間公司太好混了吧 中國大陸非常非常機密的 國防軍事情報公司 因為一個22歲的年輕人 很會畫畫 然後就進到這間公司的核心 擔任高階的情報特工 你在演電影 你在寫小說 他很會畫畫 所以你應該也是一個 很棒的特工吧 你畫得這麼好 來 我們公司 馬上擔任高階特工 這什麼邏輯 這種話 三歲小孩都不信 民進黨當真 你看他說他進入這個公司 他跟向心有關係 趕快把向心抓起來 議員你信嗎 王立強有沒有在中國 創新公司來服務過 跟王立強有沒有在中國 其實這兩家公司服務過 因為這兩家是 是中國的統戰部在香港所設的 一個情報的總部 如果說他是一個詐欺犯 那麼澳洲政府的澳美 可以對一個詐欺犯的聯訪 來用三家媒體來給他聯訪嗎 這個聯訪之後 我們應該在這個地方特別提出來 就是博士剛剛講什麼 配合演出 台灣跟澳洲 有什麼方式可以配合演出 透過美國 我認為說 這也是一個問號 另外一個就是說 王立強跟台灣又有什麼樣的奄言 能夠讓台灣的政府來 希望他來做這個所謂的配合演出的角色 台灣政府又有什麼機會 來跟王立強做這樣一個接觸 那我認為說他按照他的說法 他就是他在美術協議畢業之後 他到情報工作 他在創新公司 那之後他對 他今天講的就是說 他因為說不了 他認為不願意做專制的幫兇 所以他在道德跟國家的感覺 這種忠誠度的這種情形之下 這種情況之下 他認為說 香港台灣不能步上香港的這樣一個路子 所以他認為在這個選舉當中 我們他認為說 應該要防止境外勢力 防止中國的監力活動 防止滲透的這種機會 來對台灣的大選造成影響 那麼他也在一個聯訪當中 曾經提到說 剛剛我們節目到提到說 他在韓國瑜大選的時候 支出他2000萬什麼人民幣 和台幣大概8000多萬 不過這個事情 我們都應該去考慮 應該去調查 應該去偵查 約談的相信服務來講 現在對他做出 先制出境的這個暫時 列為被告 列為被告 暫時的先制出境 我想這偵查不公開 那裡面有沒有問到什麼東西 有沒有藏到什麼東西 我們不知道 不過我認為說 國家安全是沒有政黨關係 國家的主體性也不容許任何的 在掀起期間任何的這種破壞分子 或是滲透分子來進行干擾 我認為說在執政黨 今天不管是國民黨執政 不管是民進黨執政 只要在選舉期間 發生了這個問題 我認為每個政黨都必須記他的職責 必須要查這個情資屬實 還是稀構 有沒有這個其人其事 我們都應該了解 我說選舉當中洞見觀察 每個事情都會影響險情 因此我們認為說 今天所做的一個事情就是 防止境外勢力來接觸台灣的陷阱 我們希望台灣的陷阱 是一個台灣島內 我們自己進行一個乾淨的陷阱 那防止外資來接觸 議員講的沒有錯 防止外資 我們要杜絕境外勢力 除了大陸也包含美國 如果今天中國不緊張的話 他就不要理王立強就好了 他把他當作是笑 他就認為說 我不要配合演出 為什麼中國在這個時間之內 又出來跳出來講說 他是什麼一個詐欺案 什麼協會詐欺的案件 你就不要吵架 你當然是他不是一回事 所以議員也就是告訴我們說 因為大陸心虛緊張 所以趕快出來講 所以過去民進黨把潘金英 陳清茂打成黑五類 因為民進黨也很緊張 就這樣 來 老師 王立強他到目前 接受60分鐘的訪問 他的所有的17頁的自白書 到目前為止所有的訊息 是不是都是我們在 報章媒體上可看到的資訊 有沒有任何具有專業的 情報價值的資料 沒有 我再強調一點 澳洲政府到目前為止 沒有根據王立強 是一個有重大情報貢獻者 對他實施保護 沒有 第二個沒有給他政治庇護 第三個 卻讓他繼續留在澳洲 還大肆曝光 沒有給他做重大保護 讓他曝光 沒有給他政治庇護 還可以一直留在澳洲 我不知道是什麼理由 可以一直留在澳洲 然後就在這個時候 向心夫妻在台灣 我再強調 我相信我們的國安單位 我們的陸委會 我們的所有的境外單位 都知道向心夫妻在台灣 就在這個時候 先由澳洲的一個小報 把這個王立強的 這個所謂的案子 把它丟出去 再由紐約時報的大報 BBC等英國的大報 再把它大肆的播出來 然後再轉到台灣這邊來 在報導的時候 60分鐘的節目丟出來 然後就引起宣傳大波 當天就限制這個相親夫妻 所謂的出海出境 但是不限制他住居 然後再把它炒出一個反滲透法 要丟出來 各位觀眾朋友 我講到這裡 難道你們沒有感覺到說 整個一盤棋 是有一個國際的大陰謀 在裡面在運作 運作的目的在哪裡 影響台灣內部的選舉 我覺得他們當時的情報 一定發生錯誤 因為這個公司在2006年 原來就炒作房地產 不是炒作房地產 在做房地產的投資 有到泰州那邊去投資 有做教育基金的 然後最後轉到香港 去進行投資 我個人是覺得 他們誤信的 王立強在媒體上 因為他是在財產的登記 在香港的公司登記裡面 有寫到這個向心的妻子 本身就以前在國防 客公委裡面工作 就這麼一個背景 就把它連結成為 他是一個情報單位 好 我覺得目前談到這裡 難道觀眾朋友 有沒有感覺到 整個陰謀 國際間的大陰謀 意圖要影響台灣內部的選舉 這個陰謀 待會兒老師是專家 我們要請老師好好來說 不過我們先回到 向心夫妻上 就幾個問題 第一個 高級特務 腦袋動也高級的大 特級的大 你的 他太太 夫人很欣賞王立強 所以讓他進入公司核心 當高級特工 然後這個我很欣賞的 高級特工 被澳洲政府給弄走了 或是他逃去澳洲了 難道高級特務頭頭 相親夫妻會不知道嗎 他到了那邊去 會抖出台灣香港這些 不論真假的言論 難道相親夫婦不知道嗎 如果他們知道 還敢來台灣 啪啪燥嗎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剛剛說的 原來很會畫畫 等於很會做高級特工 所以我不需要經過訓練 我只因為欣賞你會畫畫 找你來都特工 然後這個人就可以顛覆香港 顛覆台灣 現在還要顛覆整個國際局勢嗎 你信嗎 這樣的問題 我請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再來 你說相親夫妻的背景 說真的 我也不知道 上網查也查不到什麼東西來 就看到公司網站 對 確實有跟大陸軍方 有一些合作的新聞稿 或說聲明稿 當然有人說 能夠叫中國 一定跟大陸的軍方或官方有關係 也許吧 也許有吧 但昨天 來 我們的副作 將軍 他說 這兩間公司是負責 國防科技情報的 基本上在一個大國裡面 負責國防科技情報 跟負責間諜 就是反艦 撤反情報的相關單位 是不一樣的 很顯然 這兩間公司應該負責的叫做國防科技 相關的情報收集 如果有的話 那王立強做的事情叫做策反 叫做顛覆 叫做間諜情報 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情 一個負責間諜情報的人 怎麼會到了負責國防科技情報的公司裡面 任職 還進到核心當高階幹部呢 第三個問題 我也很懷疑 再來有這個周刊獨家爆料 向心夫妻常常來台灣 而且常常來台灣接觸的對象 想一下會是誰 會不會是軍方人員 退休軍警 收集情報 搞統戰 發展組織 有嗎 結果周刊爆料說沒有 他來台灣接觸地產大衡 因為他對房地產有興趣 接觸特異功能大師 我也不曉得台灣哪裡有特異功能大師 然後太太呢 太太來幹嘛 到台灣來做醫美 所以他們可能持醫美簽來 所以我想這個爆料到台灣接觸的對象 好像跟間諜工作也沒什麼關係 這是第四個問題 四個問題都是大問號 但民進黨卻不看問號 只看王立強的說法 就硬把間諜顛覆統戰 發展組織的罪名 扣在象星夫妻的頭上 各位覺得合理嗎 我不曉得他們夫妻 是不是間諜情報 但是我相信他們一定間諜情深 因為都已經 這麼大的國際案子了 兩個還留在台灣滯留不走 然後還有什麼醫美 什麼特異功能大師 那一定是感情非常好 間諜的時刻 而且非常熱愛台灣 所以捨不得離開 非要等到機場前 被我們的人員約談了 大家想想看 其實這兩天我還注意到 米娜有一個很妙的說 剛剛我們在講 都把它間諜為間諜案 搞情報工作 可是各位知道嗎 當昨天 包括我們的翁副局長出來講 列出了十大疑點 甚至很多可能疑似 烏龍情報員 甚至是07電影看太多的 一些王立強的狀況之後 昨天民進黨的梁文傑議員 在友台節目說什麼 他說大家高估了 其實王立強根本不是情報的人 也不是間諜 他只是做滲透 他只是要來影響我們的選舉而已 所以大家在高估他了 意思就是說他沒那麼高檔 他也不是訓練有數的間諜 也不是訓練有數的情報人員 所以有一些荒腔走板的言論 大家看看笑笑就好了 他只是試圖來影響我們的選舉 來盛鬥台灣 那我推一萬步講 就像梁文傑議員所說的好了 按照我們不要說反滲透法 按照我剛剛講的國安武法 按照我們的國家安全法 現行的規定 如果你替外國或大陸地區或港澳 包括境外敵對勢力 來台灣發展 包括發起資助主持 操縱指揮或發展組織 有行責 如果按照王立強所說的 不管是8%相信或是100%相信 相信他們夫妻都符合 因為他吸收他 然後在台灣來發展組織 還成立公司 然後搞破壞 按照我們的國家安全法的規定 他的刑責是什麼 七年以上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而且可以併科 五千萬到一億的罰金 我們惠仁哥是專家在這個地方 如果昨天他們被約談 王立強所言為真 而我們的國家安全單位 也有掌握進一步的情資 照理說就收押了 七年 五年以上重罪 而且有逃亡之餘 篡證或者是變造證據的話 就收押 甚至禁見 我們就回去 只是限制出境而已 那就表示我們的國安單位 難道你重放他 不可能 那就表示你手上 沒有進一步的情資 沒有證據 你所有的只是王立強 在澳洲接受訪問的內容 所以否則以他涉及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國家安全法的重罪 怎麼可能這樣輕輕就把他放走 在你沒有市政的情況之下 你大張旗鼓做這個動作 然後刻意放那樣的一個照片 好像說有 我們有動作了 我們有配合王立強的供詞 他的受訪 所以我們做這些相關的查詢 所以我剛剛說 原資剛剛講了 到選前都不會有真相 可是影射的力量又來了 大家記得嗎 綠黨的創黨的一個教授高成岩 他這兩天就上友台節目講 他又出現了 有 他有一個地熱公司 他說相親夫妻之前找過他 要投資台灣的地熱 而且根據他們的回報 說他們去清水那邊看地熱 而且行跡可疑 我就不曉得看地熱要怎麼行跡可疑 可能就是這樣子偷偷摸摸 偷偷摸摸看地熱 還是走著腳的比較捏手捏腳 還是說一個夫妻去看地熱 然後去看清水滴熱想要投資 說行跡可以 然後投審會還出來就說 有 他們之前有投資 然後高成岩還把誰扯出來 把陳昌文扯出來 所以他們之前透過 陳昌文的理律律事務所 是不是有一些資金要投入 更好笑的是 投審會出來加碼說有 他們之前有提出 投審會這邊要投資 後來我們因為國安理由 把他駁回了 更好笑的是 如果相親夫妻 真的是一個共諜的話 他來這邊發展的組織 要搞顛覆 要搞破壞 他被投審會駁回之後 居然還提宿願 而且還糾纏好幾年 才宿願失敗 而且還敢來 就不只提宿願 宿願被駁回 你如果今天是有意 要來滲透台灣 要來發展組織 要來搞破壞 你資金進來也就算了 被投審會駁回 國安理由你居然還去宿願 你自己本人還一直來 你要把事情搞很大是不是 有這麼高調的情況 怕人家不知道你是間諜 更好笑的是 我覺得高成岩的居心叵測 他故意扯出陳昌文 大家還記得陳同佳案嗎 陳同佳黨支要出來 要來台灣投案的時候 蘇貞昌怎麼說的 影射人家是魔鬼 還講說是魔鬼中的魔鬼 然後現在又刻意 有意無意把陳昌文扯出來 好像一副又因為陳昌文 又要影射他的一些 來贏的關係 所以我說 這個案子不會有真相 可是民進黨 這樣的影射的方式 跟操作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意圖 影響選期 我覺得更可惡的一點 大家知道我們台灣在洗錢防治 我們之前法國部還大肆宣揚 說我們的洗錢防治非常有成效 而且在APG的 這個亞太防治洗錢組織裡面 22屆年會裡面 各會員國大家公認 台灣的洗錢防治效果非常好 而且我們從過去的加強追蹤 現在進階到一般的追蹤 而且是亞太會員國裡面 績效最好 得到大家普遍的肯定 可是之前發生陳昌文的300萬 沒有查 然後大家覺得 那好像沒什麼了不起 現在他居然為了呼應 王立強的說法 如果王立強的說法屬實 動輒超過60億的資金 而且現在台灣收購IT 收購餐廳 收購很多公司 收購網軍 而且資金還佔助很多 不同的政黨媒體 還給了韓國瑜2000萬人民幣 台灣的洗錢防治在做什麼 就這個屁 你為了選舉的操作 不惜毀壞我們努力 在國際上面的 洗錢防治的成果 你是為了一黨知識 還是為了中華民國的聲譽 選舉操作到這個 我覺得國人應該要睜大眼睛 要看清楚 跟朋友說 勞行 不是 這是 做什麼 要看清楚 就好 在香港 道理 有 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